好 海员的心理健康一定是从这个情绪困扰开始 那最近看到网路上面的po文 我们的小朋友跑船觉得很无聊 其实这可能是缺少了人际之间的互动 上了船 船上的十几个人就是我们的家人 有我们的长辈 有我们的晚辈 有我们的朋友 要跟他们想办法打成一片 那才不会失去了家庭的温暖 其实上船大家面对的大海觉得好像人生乏味 那你坐在公司里面难道就不是人生乏味了吗 也是一样的 况且呢你在公司是一成不变的生活 这个做不完的事情 那在外面呢你还有一点变化 那当然呢这个 我们情绪管理呢不能说一定要做到每天都愉快 但是呢我们至少呢要呢能够把不好的情绪把它排解掉 好首先我们看看呢这个情绪困扰的几种行为 第一情绪不稳定容易发脾气攻击性的行为 那这种呢 与其说是情绪呢 其实是我们的身体状况不好 所以呢就是头痛牙痛神经痛 容易有发脾气攻击的行为 所以把身体保养好是维护良好情绪重要的一环 第二恐惧焦虑过度依赖 那这个呢就可能是呢 身体的能量不足 长期的闷闷不乐 久了以后能量低落 就会开始起床呢 就会有这个恐惧焦虑跟退缩 那失眠跟常做噩梦 那就是脑子里面有事 那所以呢就不容易睡 不容易睡呢 起床的时候呢 就会情绪不稳定 提到对话 提到自杀消失等字眼 那就已经是潜意识的一种反应 那当然呢 这些都是情绪困扰的行为之一 平心而论呢 现在船上的娱乐休闲活动已经很多了 可以到健身房 散温暖 好一点的有小小的游泳池泡一泡 可以唱卡拉OK 书报杂志 录影带 这些东西呢都不缺 那偶尔呢还可以打个line 跟家里人呢比谈一下 那靠码头呢 接到wifi 还可以视讯 那可能呢 船呢现在就是两种 一种是散装游轮 靠码头的机会少 在海上呢 无聊的时间多 那这个呢 其实还比较好解决 你就是专心读书 还是沉迷电动 还是专心练卡拉OK 专门去健身 另外一种呢 就是疲劳过度 一天一个码头 早上靠码头 晚上靠码头 中间要当码头班 那家里人还要你去买什么东西 下地去买东西 那连续的睡眠不足呢 就容易脾气暴躁 那没有办法下地呢 也可能会产生忧郁症 那这些东西呢 都是我们要忍耐的 因为我们上传呢 是一个过程啊 就是熬 肢力 混连肢 那就是 时间不到的时候 就是忍耐一下 好 何谓EQ Emotional Quality 就是自我的情绪管理 代表一个人 能否处理自己的情绪 包括自治 跟自我曲策 这就是我们孔子说的 克己 赴礼 克制自己 恢复礼 节制 是为人 就是跟人的相处之道 好 跟人相处呢 一定眼睛要力 那我们看呢 下面这七个呢 就是情绪 不同的情绪辨识 情绪智力 跟同理心互为表里 这个我们能够 掌握自己的情绪 起伏 那 别人呢 跟我们呢 就比较好相处 这包含五个内容 认识自己 因为要知道你什么时候 什么样的反应 就是开始在发脾气 或者是焦虑 还要加以管理 自我激励 我们自我领导的一部分 包括情绪管理 认识他人的情绪 以及呢 人际关系的管理 好 下面我们看到呢 这是一个著名的 外星人案例 那有一个女的呢 左边这个啊 出了车祸以后呢 回家看这个老公还是老公 女儿还是女儿 这个儿子呢 怎么看呢 都像是什么 外星人 为什么呢 因为看到他儿子呢 已经没有感觉了 人家呢 拿以前的照片 录影带给他看 说以前你跟你儿子 多亲密啊 那 这个分明就是你儿子 你为什么呢 不承认 他也没有办法说得出来 那就是呢 其实我们的 情绪 跟这个 我们的荷尔蒙呢 会主导我们的人际关系 就好像我们说 谈恋爱的时候是一样 遇到别人 没有感觉 遇到他呢 就心脏蹦蹦跳 那大家就认为呢 我已经恋爱了 事实上 这个爱不爱 是谁决定的 是我们血液里面的荷尔蒙 决定的 那谁决定 这个人你要爱 那个人你不要爱 是你的列祖列宗替你决定的 所以呢 有的时候呢 我们的恋爱对象是乱七八糟的 是完全都门不当户不对 因为这是为了呢 种族繁衍的需要 有更多的基因 在基因库里面 生的后代呢 会比较聪明 所以说起来呢 我们台湾人呢 是全世界混种混的最多的 从这个几百年前来 这个 山地人跟这个 大陆人混血 大陆人又跟这个荷兰人混血 混完呢 这个 这几十年呢 是本省跟外省混血 混完呢 我们呢 本省又跟什么 跟这个 南向的 这些国家的 女性呢 在混血 所以台湾呢 大概除了荷兰以外呢 混血混得最多的地方 好 下面我们看 情绪智力 这个应该才叫做EQ 那 情绪智力呢 可以提高我们的思考力 理解力 管理 情绪 可以自我激励 所以呢 俗话说 心情好了 学习效果也好 小孩子呢 我们 读书呢 逼他打他 骂他 他的心情不好 那 读出来的书呢 也是半斤八两 所以呢 要让他乐意去读书 不要呢 整个那个 小学的一百分跟九十分呢 长大是没有差别的 好 认识EQ 智商只要有一般的水准 拥有较高情绪品质的人呢 会有较高的成就 那情绪的品质呢 其实是需要自我管理 自我调试 那 有的人呢 这个也是呢 不会调试 所以呢 任由情绪性的反应 造成呢 这个 升迁之路的不顺 好 我们看呢 要提升EQ 是要有方法的 那 情绪虽然有正负面 但是 我们要怎么样处理 我们负面的情绪 是我们下面一讲 要讲的 那图上呢 我们看到呢 这个美女呢 拿一个牌子 叫做Free Hug 免费的拥抱 那 路上呢 有两个女生呢 拿的这个牌子 那依照我本人的意愿呢 应该是 比较喜欢 后面胖胖那个 像老婆又白白的 那一个 可是呢 一走过去 这瘦子就冲过来了 那我呢 也只好呢 勉为其男呢 跟瘦子 来个爱的抱抱 那 所以各位看到我脸上的表情呢 是 有点痛苦的 因为错失了抱这个 胖子的时机啊 那这些人呢 是不是花痴啊 看到男的就要抱 不是的 这些人是有忧郁症 他的抱抱呢 是医师给他的处方 我们说忧郁症的人呢 能量很低 那个有爱的人呢 就是能量比较高 刚刚的情绪量表 可以去再看看 所以呢 他跟这个能量高的人抱一抱 他自己呢 也会吸收到一点能量 一天多抱几个呢 这个心情就会愉快多了 那像 去年呢 我外孙的幼儿园 举办了一个 这个 歌舞发表会 小朋友跳的题目就是 谁在我的头上呢 大便 可能是小鸟 可能是大象 还是狮子老虎 那 头上被人家大了便 那小朋友怎么处理 小朋友就是 妈妈给我抱一抱 也许我就不会生气了 所以抱一抱呢 也可以缓解我们什么 愤怒的情绪 总之呢 爱就是一切的解药 可以解决情绪上面 所有的困扰 早上呢 老婆又讲了 她说呢 你看街上 那个女的呢 发神经病的呢 都是因为呢 家里有一个老公 所以她在街上呢 骂她老公 那男的发神经病呢 都是什么 都是单身汉 因为她没有老婆 可以 发泄 所以她就在街上 发神经病 那这听听就好 我厉害啊 好下面我们看看 管理情绪的方法 那人一定有情绪 不能压抑 所以呢 我们要改变自我情绪的反应 其实呢 改变情绪 我们刚刚看到 情绪量表 情绪呢 是身体呢 不同部位呢 忍热的反应 所以你只要改变一下 物理状态 就可以 改变我们的情绪 那好像呢 你现在呢 忧郁 全身冰冷 你去洗个热水澡 那身体热起来呢 你忧郁的荷尔蒙呢 就被化解掉 当然 任何不好的荷尔蒙呢 运动是最有效的 你去跑步流汗 把这些东西排掉 那它就会有 脑肺的分泌 第二个 手中真诚 用正面的陈述 代替指责 我们陈述呢 讲了一大堆理由 那这个不是处理情绪的方法 那直接把我们的感觉讲出来 我现在觉得害怕 我觉得呢 不安 那也不能逃避 那要 就是不能假装不知道 要赶快处理 要接纳别人的情绪 你呢 不能接纳别人的情绪 那你的做人就是失败 做人一失败的话呢 你的情绪就没有人照顾 要正向解读情绪 创造正面的记忆 那我们这个就是 等于自我欺骗 自我安慰 那这个呢 都是呢 末流啦 那我们会讲一些 比较高深的解决方法 那就包括魔法 怎么样编码解决 自己的情绪困扰